我來就是特別是 情緒比較重的地方 都會有自己蠻意外的反應 其實生是正面實心對不對 對 實心 真的啊 我也實心 真的啊 謝謝 謝謝 你好 謝謝 我也是 真的嗎 你是他經紀人 那你是嗎 我不是實心的 真的 你一個人氣 你一個人氣 你一個人氣到我 台灣真的是BL的天堂 最近有一出最新的BL劇 而且還是 We Best Love的第二名的逆襲 哇塞 這部片其實有很多粉絲 在網路上面跟立者許願 說希望我可以 專訪裡面的主角群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千辛萬苦 為什麼說千辛萬苦呢 其實他們總共有六位的主角 要湊齊六個人好困難喔 但是我們終於請到了兩位 我們歡迎Yu跟梓鴻 大家好我是梓鴻 我是楊鴻跟Yu 其實兩位現在還是有點害羞 現在跑過這麼多宣傳 有沒有比較適應這種生活 這種被鎂光燈被Spotlight照射 你有感覺嗎 慢慢 慢慢吃飲 其實說實在 現在BL劇真的是非常紅 所以粉絲不是只有在台灣而已 甚至整個東南亞地區 泰國 新加坡 越南 好多好多地方的粉絲 都好喜歡你們 主要是非常感謝 就是整個各個國家很多人看 我們這次做了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對 那我們也會擔心是說 大家能不能接受或什麼的 所以看到大家這樣支持 其實真的真的很開心 那當時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有糾結有爭煞過嗎 還是其實本來就很想嘗試 一些不一樣突破的角色 我是只要是擔心了 就能不能詮釋這個東西 就比較沒有題材的掙扎 所以擔心了可能是自己的表現 就對了 對 那其實 剛剛其實玉兒講說 她也是相對的新人 那你有給她一些指導嗎 尤其你身為她另外CP的另一半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不喜歡聽尊尊教誨 我覺得是以朋友的方式 對 先讓她把新房打開 然後不要這麼的害羞 來 你要怎麼樣讓她打開新房 不要害羞 現在你們兩個都很害羞 趕快教我 就可能要講一些很無聊的 笑話嗎 對對對 真的喔 所以這是你 這是你挑逗她的方式 講成笑話之類的 之類的 真的喔 來試一個看看 假設 現在我跟日都好害羞 現在我跟日都好害羞怎麼辦 這部戲到底怎麼拍出來的 這部戲怎麼拍出來的 跟各位導演每天都面對兩個這樣 就是自然啦 自然的狀況這樣 等一下我可以想像是 在拍這部戲的過程中 應該有很多這種 你們兩個可能 就害羞僵在那兒 會有這種moment嗎 那一次過程的時候是 沒 真的沒有 倒不會喔 我拍戲的時候比較瘋啦 欸 你好人格分裂喔 那就是拍攝的過程 那就是 他來帶我的 帶他做壞事 聽說你們壞事也做不少 沒有啦 其實這不是壞事 這是浪漫的事 欸 你幹嘛那麼驚訝 聽誰說 我們做壞事 不是你剛剛自己說的嗎 喔 他還聽說 他有嚇到耶 帶他做壞事 帶他做壞事 做壞事 這有八卦 來 跪求一下八卦 沒有啦 有什麼樣的壞事 沒有沒有 不行 來 我們要有 新人不能夠拒絕姐姐的問題 請問一下 You 那個子鴻帶妳做了什麼壞事 其實沒有 真的沒什麼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他是比較開玩笑的 沒有欸 他剛剛眼神有興趣被我看到 沒有 是 就是 我不喜歡被誤會的感覺 喔 很討厭喔 沒有 就是 做 就是 喔 我在等妳接下去 做什麼 做兩個男生會做壞事啦這樣 做兩個男生會做壞事啦 這實在是有無限想像的空間 兩個男生會做什麼 畢竟在裡面是CPR 所以你們可能 尤其是像 You 比較新他可能 也比較害羞 其實我現在看到你 我發現子鴻 也很害羞 所以你們平常要怎麼樣 讓自己 在進入角色的狀況 而且熱絡起來 真的有戀愛的感覺 每一場戲前面 我們都會一直討論 其實我們就真的 一直討論劇本和角色 你們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是讓彼此更熟悉對方 尤其是熟悉對方的身體 身體他們 一開始在拍攝之前 他們有讓我們 就是肢體訓練這樣子 對 我幫你去 訓練課長什麼樣子 摸對方的身體這樣 然後去記憶 就是摸起來感覺怎麼樣 例如現在蒙著眼睛 然後來三個人 然後你要摸出誰是You這樣子 對 對 那他有摸出你來嗎 有啊有啊 那時候是耳朵 我是你 對 我也是耳朵 對 我們那時候 這樣子摸得出來 摸得出來 還有好想試試看喔 那摸出來彼此的那一刻 有覺得還滿感動的嗎 你那時候猜對了 你剛剛的聲音好帥喔 對不起 在發出來 真的 很厲害 很帥耶 謝謝 等一下 欸 不錯喔 其實就 麻辣 我現在認真 天啊 我現在感覺得出來 兩位的悶騷 就是其實你們在鏡頭前面 可能在 眉光燈的照射之下 就覺得 欸 好像要維持一下 有歐包 但是私底下其實就是 很玩得開 也不是說玩得開啦 就是懂對方的點 懂對方的點 這樣子 笑點這樣 你為什麼要加一個笑字 懂對方的點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聽說你們的文系 有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發生 第一集就有了嗎 對 第一集 有公園 有泳池 天橋 公園 他家 他家 可是這樣隨便數數 大概有四五個了 那你們自己有印象 最深刻的地方嗎 而且你們的文被 網友封為是 偶像劇當中 史上最有誠意的文 就是那個 當下就 真的去愛一個人吧 我感覺是這樣 因為尤其你第一次演戲 其實 第一次演戲 你就要挑戰 這樣子的愛情 其實不簡單 是 也是不簡單 是因為 導演跟子宏溝通出來 然後就是更 讓我進去這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們應該都是不會去 覺得好尷尬幹嘛的 所以那是真心 所以那個觀眾 所感覺到史上最有誠意的 其實是你們發自內心 對彼此的感情 你們當下有真的心動嗎 就是如果你很進入這個角色 你當下會不會想說 那自己 其實 也許有櫥櫃的時刻 這樣 有被對方真的電到嗎 我啦 就是特別是 情緒比較重的地方 都會有 自己滿意外的 反應 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他有反應 我 我有說錯嗎 反應有兩種 什麼 特別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天橋高百姓 在那個掙扎過程中 真的會去難過 其實你剛剛講到反應 反應有兩種 一種是 生理 一種是心理 畢竟你們在這個角色當中 是非常深愛對方的 你們在接吻啊 或者是在肢體碰觸的當下 會有 生理的反應嗎 這個是一個 很厲害的問題 好可怕 對 那其實我的這個 每一個時刻 我在戲裡面出現的 每一個時刻 都是 愛他的 那 你說生理反應 跟心理反應 其實 我的感受是這樣 就當你 真的真的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去在意 生理不生理的問題 就你可以 你可以 真的就跟他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也好 為他付出一切 對 為他付出一切 為他沒有 為他沒有生理的 這樣的生活 也可以 天啊 這真是真愛 說實在就是 因為演了之初戲之後 又還又被稱為是 國民老婆 這位 老公就是 都已經可以 跨越 生理需求的愛 你 會吃醋嗎 不會吃醋啊 很替他開心 我覺得 就是大家 喜歡他 我就真心替他開心 這怎麼會吃醋 不會啊 但Yu呢 又聽到這個 稱號的時候 有沒有很意外 想說 是很意外 你覺得你自己 是個好老婆嗎 不是吧 哈哈哈哈 不是 你是你是 老婆就用來疼就好 哦 哎唷 真的很會講話 可是其實像 這一次 這個第二季 第二名的內襲 你其實講的還是一個成長的故事 你覺得最難第二季裡面最難過的一個關卡是什麼 高智德在第二季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他因為五年沒有聯絡嘛 然後他是一個很極度自責的人 他會覺得是自己把這一切毀了 而且尤其是又是 有關於到另外一個人 又是自己最愛的人 對 那他最難跨越的關卡 就是他自卑的部分 哇 我相信這也是很多人成長的一個感受 大家可能都有自卑也有自滿情 那你自己 就只能自己也有類似的感覺 類似的成長經歷 然後你要怎麼去贖罪怎麼跨越 恨一個人簡單 原諒一個人也簡單 但是你要恨自己 不要原諒自己 看哪裡 喔 欸 這個說得滿有智慧 對別人是容易控制 對自己反而是困難 你有曾經自卑或者是 有類似的心情過嗎 我很不喜歡看到自己的臉 你也不喜歡看 那你有看過這個戲嗎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所以我評斷我演這部戲 就是有沒有過我自己的60分的評斷標準 就是我看我自己的臉不會討厭的話 就是代表 可以看得進去這樣 哇 那從以前到現在 你的影視作品裡面 有過這個門檻的有幾部 先問一下這部有過嗎 有 有喔 這部給幾分 給你自己 75吧之類的 欸 果然是對自己嚴格要求的 那在你重影作品以來 你覺得有過你自己60的門檻的有幾部 少是有少 真的假的 那紫宏你也給自己壓力太大了吧 這兩回事 不是 不是 我就是 就演不好 已經無關聯了啦 對 喔 不會啦 其實人總是會有進步的嘛 就一次比一次更好 我相信這個喜歡紫宏的粉絲 看了以後在裡面的表現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那Yu呢 因為其實剛剛紫宏分享的就是 高士德他在戲裡面難過的門檻 那你這個角色在戲裡面 有沒有類似心境 那你的現實生活中 有能夠感同身受的點嗎 他需要很被認同的感覺 他想要證明自己得到認同的對不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很多年輕人的感覺 都想要證明自己得到認同的 所以你在成長的過程中 你也有這樣子的經驗 很多啦 很多 特別是我進入這行前 我被很多人講過 帥沒用 對 那我就想說 我也不是走這樣 是覺得我因為很帥 所以要走這一行 你有什麼內心的引領 是自己原本過不去 但是在一路成長之後 現在有一些突破 比較敢講話 就因為我之前 就拍攝過程的前一段也是 我是比較 我會講出自己的想法的 拍攝過程中 他幫我打開這個門 然後去溝通幹嘛 然後就是拍完也 兩個人在那邊就說小話 一直小笑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信心 就是代表現在你更有信心了對不對 越來越敢表達這件事情 其實無關 在他身上是無關信心的 其實他是個滿有自信的人 對 然後講這個東西 其實這是一個交流 想法沒有對錯 但你要說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他現在在這個過程 在我們進入小遊戲之前呢 我想要請兩位用自己角色 自己角色講話的方式 但是要帶有撒嬌 來跟觀眾呼籲收看第二名的逆襲 Action 哈囉 我是高士德 我是周書毅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第二名的逆襲 對 然後就希望可以支持 就是正版VTV 對 如果我沒有看的話 我就在 我的炒飯 超可愛的 你提醒了我 這個話題其實在網路上面也發燒 什麼五年後的炒飯這句 對 這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想一想我好像也不能 我只能對觀眾幹嘛 我就只能對他幹嘛 這只能在 他炒飯裡面嚇唬我過 你們會為了就是等一個人 然後等了那麼久之後 結果是失去的 你們會是那種愛不到你就 就毀了你那種情況嗎 我發現兩位都是很認真思考的人 我可以先思考五分鐘 我是不會啦 例如在他炒飯裡加胡蘿蔔之類 他說不愛我了 我還可以為他炒飯 對 我會覺得說 其實很感謝就是 你給了我這樣子 這段時間是開心的 是幸福的 那結果不管如何 我都祝你幸福這樣 哇 很有風度 然後其實內心小宇宙在爆炸的 但是那個就是自己的事了 那個就無關對方的事 那Yu呢 又有這樣的經歷嗎 我跟他很像 P.C.D. 果然 兩位在這個鏡頭前 真的都很平安 我真的好想知道你們私底下 是什麼樣的瘋狂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 今天進步了一分 今天進步了一分 很棒 人都會進步的 第一季 第一季 永遠的第一名當中 書意是在哪一堂課上打瞌睡睡倒在士德的肩膀 請戴耳機開始倒數囉 有音樂 對 你都會聽不到對方 八秒到了 八秒到了 嗯 好 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現在戴上去了 它會開始計時喔 好 戴上去 戴上去就開始了 可以討論 時間到 請自我答 OK 嗯 欸這痛開了 他寫的 OK啊 OK 可以翻過來 喔 資管課 對啊 正確答案是資訊科技課 可是好 第一題算你們PASS 好 也要講得很完整這樣 其實不用很完整 但是你們兩個答案要一致 喔 好 可是不能偷看 因為剛剛你們兩個同時都這樣 你們兩個同時都在偷看對方寫什麼 寫完看了 喔 OK 好 所以遊戲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了解了解 好 很刺激 第二題 兩人第一集在泳池相見 書藝對釋德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請戴耳機 計時開始 好 時間到 因為翻了嗎 可以 來 對 對 對 你們記性很好欸 沒錯 你們是講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在這裡 對 告示德 可恨的告示德 好 通過第二題考驗 來 這個可以擦掉 第三題的題目是 兩人在這一次第二名的逆襲中 有一場經典的沙發酒醉戲嘛 這場戲的浪漫BGM 是哪一首歌 好 好 呵呵呵呵 八 七 六 哇 這樣子就知道了 要翻喔 可以 翻 嗯 嗯 永不失戀的愛 連 連 這樣算對嗎 這樣算對嗎 這其實不太算喔 為什麼 應該是錯一個字喔 一樣嘛 一樣 永不失戀 哇塞 我也很想要永不失戀的愛 對 下一首 嗯 欸 嗯 嗯 各位觀眾朋友們 覺得這是不是 應該要來 來 先讓你們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 骰子大神 試試 經過骰子大神的測試之後呢 你們後面的遊戲 會玩得更加認真 你們可以一人跳一顆骰子 好 一人一顆 好 對 喔 太好了 好了 你們抽到的是 Tickle Nipple 就是 燒奶頭 燒奶頭 是的 燒奶 好 那你們自己 決定一下誰要燒 誰要燒誰 燒奶頭是幹嘛的 對 這什麼 這其實很好笑 你果然胸有成熟 很有興趣 好 來吧 嗯 你選 跟你選 你選 你 蛤 你選 江州不輸的被燒 剪刀 石頭 布 好 讓我們來看看 這扭曲的情境 現在要發工進入這個角色 這什麼燒 真的要燒嗎 你隔了兩件衣服 還隔了一個這麼厚的牛仔外套 好 害羞 好 現在大家大概知道 骰子大神會對 認真 通常會對CP出什麼樣子的招式 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繼續你們兩個的默契考驗 晨熙高中高三第一次斷考排名 第一名的高士德跟第二名的周舒逸 總分是各幾分 OK 嗯 你多少 好 這不是 我騎 騎牌 時間到 時間到 煩蛋 其實他寫高士德比較接近 高士德是6 9 8 對 周舒逸是6 9 7 你們只差一分而已 但是答案不一樣 蛤 不是寫不一樣 不是 不是寫自己嗎 沒有 但是你寫自己的也不准啊 對 你寫自己也沒寫對 然後寫對方也沒寫對 然後兩個人也沒有長得一樣 所以 好 一人一顆 現在大家就會開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如果你們表示開心看到KISS 喔 問號 問號其實是可以自己選定部位 那你想要 就是你們誰要親誰 另外一個部位 由那個人自己選 你想要親還是被親 書的被親 好 你們兩個 好啦 書的被親 臉頰 好 好 可以嗎 眼前的哭你們 我和你眼前狂踏的觀眾 你們給自己一個劇本吧 什麼狀況請臉頰 考試有進步喔 我們以前都只考得到687分 今天進步了一分 很棒 人都會進步的 獎勵一下 姐姐開心 姐姐表示滿意 687分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但其實我們最後還有一句 就是讓大家表情 跟對方告白的時間 也是用這個白板 就是你們第一季第二季 這麼久的合作時間 總共拍了多久啊 其實 一個多月 才一個多月而已喔 但是兩季已經這樣子 我相信 我相信彼此 尤其像Yu是第一次演戲 應該也受到子虹很多照顧 你們想要跟對方說什麼 給你們一個機會 再寫在白板上跟對方告白 先前在適應的時候 其實 是 你們也有感動落淚嘛 喔 特應會 對 特應會 當時為什麼會 這麼情緒化 就看了高士德 然後體內的高士德就受不了了 那種感覺 就炸出來了 控制不住 所以其實是因為 這個角色情緒的影響 對啊 就是 看完之後才發現原來 我就是他嘛這樣 我就是高士德 那種感覺 那我相信應該大家心裡面 都有滿滿的話 想要如果跟對方講一句話 你們會說什麼 就是讓你們在白板上面 寫出對對方告白的一句話 你為什麼要偷看好了 對 為什麼可以偷看 他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子虹寫手 好喔 來喔 那我們 一二三把白板翻過來 一二三 喔 我永遠記得你的初衷 然後又寫給子虹是 謝謝你的教導 謝謝高士德 你是永遠的第一名 哇 為什麼今天那個子虹是寫這句話 超台詞嗎 沒有啦 永遠第一名 這是第二名 那為什麼子虹寫這句話給Yu 嗯 我覺得未來 有很多的變化 然後很多的不確定 但我覺得 我希望Yu他可以 楊宇騰他可以 知道為什麼當時要做這件事情 這樣一直記得 不要被這個世界給影響 我又覺得你眼睛紅了 因為我覺得 之前有剛剛說過 你的初衷是 你進入這個 你進入演藝圈的初衷是什麼 初衷 是什麼 你是希望能證明自己嗎 這是我的夜晚 那感覺很難去形容 但是 就是個初衣 就是一場冒險就對了 他懂我的意思 我其實說的不是 大家認為的那個初衷 就是你拍這部 這部戲 第一部戲 嗯 對 他懂 拍這部戲的東西 的那個感覺 你愛這件事情的感覺要 希望永遠記得 因為 對啊 未來 嗯 未來不一定 可是要永遠記得那個熱忱 對不對 嗯 那你為什麼寫這句話給 對 梓鴻 沒有 這個 梓鴻剛剛說你超台詞喔 沒有 我要看一下 真的 因為他每次都說你是永遠的第一名 沒有 其實 沒有 我對我來說 梓鴻是一個 非常有感謝的一個人 加上 對我來說一個很偉大的一個人 嗯 對 偉大欸 嗯 就 你知道偉大的意思嗎 我講錯嗎 對 對 嗯 所以就是 就以他的 工作態度啊 他想要的東西 或者 他的 對 主要是他工作上的東西 或私底下 跟別人的那些東西 都是對我的時候一個可以學習的人 所以其實 一定很 算是 非常欣賞梓鴻的 嗯 了解 什麼 這麼感動的時刻 沒事 相似而笑 露出傻笑 好啦 傻笑就是最可愛的結局 那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接受我們的 就是來 先後好選擇分享你們 幕後拍攝的一些 就是非常知性的一面 然後也接受了 BLB 必玩的骰子大神的考驗 不過今天骰子大神 還算對兩位客氣 還沒有太誇張的東西 可能骰子大神 也感受到兩位的羞澀 好 希望你們 下一部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 越來越火辣的對話 我指的是 就是在上節目的時候 我們可以聽到 更勁爆的內容 但是也期待看到更多的 就是WBLG的續集 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相信這也是 廣大粉絲的心聲 好 謝謝兩位 謝謝